那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土利 土利 假设我今天我把地区搬到土利 这边它就依照不同的那个地区别 像例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别叫华东 华东地区 华东地区 它的颜色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颜色 我们都还可以改 例如说 假设我觉得这个华东的颜色浅蓝色 是不是太接近了 太接近那个河川的颜色 所以怎么改这个圈圈的颜色 这边格式 然后接下来是资料色彩 资料色彩 请把华这是什么区 华东 请把华东地区改颜色深一点 深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换一种颜色 换一种颜色 你知道换色其实也很重要 例如说 例如说我曾经 我曾经 我这台可以做 我这台可以做色彩的变更 可是你们好像不能做 你看像 我早上我最早的时候 是不是跟你们讲过 说 像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你会不会希望把那个5.5个百万 换成另外一种颜色 就是凸显 凸显 你要讲的主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单纯的把这个颜色换掉 所以怎么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格式 格式 然后资料色彩 把这个预设的颜色换掉 那怎么换呢 资料色彩 预设色彩 请把全部显示打开来 再把2016年的颜色 例如说换成这种颜色 或者是换成另外一种 你所觉得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颜色 这样来方便你去讲 因为视觉化的工具 他会希望说你做到这一件事情 可是这种换法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这边你有没有发现 你每一张图都必须要 就是假设当你先向下探索的时候 他那个颜色不会呈现出来 这个颜色不会随着你变更而变更 那怎么样做会比较好呢 建议是这样做 透过这张资料报表里面 你们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色彩饱和度 我是觉得用色彩饱和度来做会比较好 他会随着你资料一产生变动 而就直接产生变动 这是属于色彩的呈现方式 感谢观看